不好意思啊 来啊 一起玩 西朝 我想问一下 公司最近招人吗 公司刚刚招完一批新人 最近没什么招聘计划 怎么了 我就是天天在家里待着 觉得特别的无聊 无聊 你会无聊啊 当然了 我每天在家里待着 也不知道干些什么好 我在想 如果公司招人的话呢 我可以去给你打工啊 按道理说呢 公司刚刚招完一批人 没什么招聘计划 如果你想来的话 我可以给你特殊待人 真的 当然了 你是总裁夫人 你有这个权利 那我是不是明天就可以上班啊 别着急 你还没跟我说 你都能干什么呀 我好给你安排职位 是这样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呢 本专业学的是英语 打工的时候呢 学过设计 所有办公软件全都会有 这么说 你能适应很多岗位了 比如说人事部 市场部 总裁助理啊 秘书 我呢不需要这么好的职位 我就想着呢 去打发无聊时间 随便什么工作 都可以 没问题 那是不是 我给你安排什么职位 你都能接受 那当然了 不管顾大少姑 安排什么样的职位 我都会努力工作的 好 明天跟我上班去 没问题 太好了 只要能够进公司上班 就能够有机会看住顾西成 如果那个男工流人 有什么问题的话 已经能够及时发现的 你好 你好 我是希莱的助理 南宫流离 您注意脚下 您注意脚下 对了 少爷说呀 以后就要跟少夫人一块去公司了 说是在公司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 是 这样也好 要不景西一个人待在家里 也太无聊了 去公司呢 两个人召集相处的 感觉会更好一些 是是 不知道 少爷跟少夫人安排了一个什么职位啊 这个不用你担心 景西没什么工作经验 不会给他安排什么重要的职位的 是是是 但是 也不会太差吧 不 那是 那是 来 该死的顾西城 啊 竟然扰当清洁工 新来的是吧 对 今天第一天上班 看这样 也不像是干清洁的呀 算了 谁要你有门路呢 不过既然来了 就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我们清洁部 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 它可是整个公司的后盾呢 因为有了我们 其他人才能在舒适的环境里工作 那工作效率才能大大的提高 是吧 所以啊 我们一定得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我们清洁部 一共是十八个人 一人负责一层楼 加上你十九个 对了你叫 您管我叫小夕就行 小夕是吧 嗯 那你就去负责一下大厅 大厅和周围的卫生 都归你管 那么大 那么大 就你的工作量算最小的了 快去干活吧 好 喂 姓来的 嗯 用手托地啊 托把合桑把 后边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对不起 错事情毛里毛躁的 哎呀 哎呀 不好意思啊 顾总 来公司这么久 真的特别感谢你 好 我知道 你吗 那不是贺锦西吗 他怎么成了清洁工 他和顾锡城之间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这不是贺锦西吗 梦着好好的上暖阳日子不过 怎么来这儿当清洁工了 当清洁工是我的事儿 我高兴 还别说 就这身衣服 还真挺适合你的 哎 你说 如果顾锡城没虾 就你这样子 他肯定下不去嘴的 我不会让你接近西城的 看他让你当个清洁工 说明他也没有把你看得太重 可锦西 你说这次 咱们俩谁会赢啊 不管顾锡城让我干什么 这都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儿 我愿意就行 跟你没关系 再说了 就凭我是他合法 妻子这一点上 我永远都比你强 慢慢让一下 该死的贺锦西 怎么变得这么 雅间嘴里了 这个贺锦西 她怎么回家公司啊 难道 是怕别人坚信顾锡城 所以特地来看着她 这个女人 真是阴魂不散 太讨厌了 你 干吗呢你 对我有意见 陆姐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不是故意的 你别误会 你是我们顾总特招上来的人 我哪敢误会你呀 还有 我也没比你大几岁 你可千万别着急 以后啊 叫我陆助理就行了 嗯 一个小小的助理 就敢给我脸色看 等以后我成为总裁夫人 一定让你走人 对 贺锦西来公司上班 顾锡城应该是知道的呀 那她到底什么意思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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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